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今年以来又有大量的P2P倒闭跑路或者说两推 而且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刚刚出台的政策 未来几乎所有的P2P都必须转型 最好的结局是转型成全国性的互联网小代公司 也就是说在过不了多长时间 P2P将彻底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 世间已无P2P 过去这几年P2P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确实让一部分老百姓看到了一个新生的投资渠道 投资回报率还这么高 但是也让很多骗子们找到了发财的良机 不管是正规的P2P也好 不正规的P2P也好 都有大量的老百姓金钱损失在了其中 但是当然有两种人可能没有损失钱 不但没有损失人家还赚到钱了 哪两种人呢 一种人是自诩为非常聪明的投资者 他也知道有的P2P正规 有的P2P不正规 根本就是个非法理财机构 但是不管他正规还是不正规 他为了能够长时间的赚到钱 那么在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要放出一些甜蜜的诱饵的 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年纪率 比如说你投一万块钱过去 他给你年花20%的收益 这些投资者感觉到 有可能他这个P2P是骗人的 也有可能他这是一个非法的理财机构 明白他是个庞氏骗局 他拿后来的人的利息 给前面的人付利息 但是呢 这就是一个比谁跑得快的游戏 我可以在他还没倒闭之前进入 赚他几个月的钱 知道他快要倒闭了 赶快把钱撤出来 不要那么贪心 我赚一笔就跑 我还是有可能能赚到钱的 所以过去这些年 有不少投资者 是真的在很多P2P上 耗到了羊毛的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 耗着耗着羊毛 就自己彻底陷进去 再也无法把本金抽回来了 还有一种人也赚到钱了 什么呢 各级P2P的员工 尤其是高管们 你想啊 这个P2P发展到蓬勃的时候 日进抖金啊 这个业绩是打着滚的 几何级数的往上涨 那么各级员工和高管们 工资福利也是相当好的 我们以前经常看有些人的朋友圈 晒个豪车呀 晒个名表啊 晒个国外旅游啊 都是P2P的高管晒的 一方面 他们是要用这些照片啊 去蛊惑人心啊 告诉他的员工们 告诉他的客户们 你看我们公司发展非常好 福利这么棒 另一方面 他们也确实赚到了不少钱 尤其有很多高管啊 明知道自己的公司 从事这个行业 有点黑色 有点灰色啊 他自己的钱是不会投进去的 但是 他是昧着良心 吸引了大把别人投进来的 每多一个客户 他就多一笔提成了 也就是说 虽然很多P2P跑路了 但是这两种人是切切实实的挣到了钱了 那么这两种人挣的钱是合法的钱吗 当然不是了 毒树出生的果子 那当然是毒果了 所以啊 最近一段日子 各地警方都发出了很多协查通报 警方明确要求啊 你如果曾经在某个P2P投过资 你获得的收益加本金 也就是说 你拿出来的钱 如果已经高于你的本金了 那对不起 你多出那部分收益 就不是你的合法所得 因为你不要忘了 你的钱是拿出来了 还有大把老百姓的钱没拿出来 警方正在核查P2P资产 看能不能给老百姓多要回来点钱呢 所以你超出本金的收益 就是违法所得 警方要求你赶快把这个违法所得 汇缴到警方指定的账号中去 当然还有的警方认定啊 如果你曾经是P2P的员工或者高管 你在那工作的时候 获得了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报酬的工资 那对不起 你那个也是违法所得 你要把你的违法所得 也汇缴到警方指定的账号中去 大家看到了吧 当一个P2P倒台之后 曾经耗过他羊毛的人 必须把羊毛乖乖的送回来 因为这个是违法所得呀 对于各地警方来讲 只有这样做 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老百姓的资产 你想啊 你是耗到羊毛了 可是有多少人倾家荡产 把自己的钱存到这些理财机构中去 结果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啊 警方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所有资产 封禁起来 然后变卖 尽量多的能帮老百姓找回更多的钱 而你这个非法耗了的羊毛 当然得送回去啊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